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思淘宝 这个癌症是咱们都不愿意面对的一个词 但是最近几年的话 好像这个癌症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这个癌症呢 那么最近就跟一个肿瘤科的大夫聊天 他说现在很多得癌症的朋友 普遍都缺乏一种维生素 就是维生素A 虽然说维生素A在人体里面含量不多 但是它发挥的作用却不能忽视 那么这个维生素A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首先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视觉 如果说人体缺乏维生素A的话 就会导致生长迟缓 就会出现叶芒症 抵抗力降低等等一些这样的症状 其次这个维生素A还能够阻止这个癌症的前期的病变 抑制这个肿瘤的生长 所以为了预防这个癌症 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负含维生素A的食物 比如说像动物的肝脏 蛋黄 胡萝卜等等 那当然了 除了说要多吃这个水果蔬菜 养成一个比较好的饮食习惯之外 在面对这个癌症的时候 我们也最好要做好这个财务上的一些预防的工作 毕竟谁都不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 因为一次大病全都交给医院 所以提前购买保险 通过保险来转移这种风险就显得非常的必要了 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重机险还有这个医疗险的组合 来应对可能面临的这个巨额的医药费的支出 这个重机险是给付型的 也就是说你一旦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 就能直接赔给咱们一大笔钱 那这笔钱不仅可以用来支付这个医疗费 还能作为咱们收入的补偿 以及后续的一些康复的费用 而这个医疗险是报销型的 需要咱们在资料之后拿着这个消费单据 再通过医疗险来完成这个报销的动作 欢迎大家关注小思淘宝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搜索小思淘宝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阿丽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就可以观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